光复乡清洁队部年久失修、公测等空间环境设施不复使用 经过乡公所争取花莲县环保局支持协助下 获得皇冠署不住700多万元 进行拉皮修上完成 整个队部环境空间焕然一新 安全又舒适 端午佳节前夕 围绕全县13乡镇市清洁队的花莲县环保局高度肯定 端午佳节脚步接近 花莲县环保局副局长率领业务主管 慰绕全县13乡镇市清洁队 从封兵来到光复乡公所清洁队部 除了制证端午节礼品补给清洁用品之外 看见队部环境空间设施焕然一新也高度肯定 就是端午节来临了 那现场对于这个我们清洁队员每天在为我们的垃圾 为我们的环境努力 特别利用端午佳节的时间来慰问大家 那除了一些我们应景的种植之外 我们还提供了一些包括像消毒水 防护衣 然后环境用药等等 让我们的清洁队员能够在完整的一个装备之下 更能为我们相亲来服务 原本残破不堪 空间设备不服使用的清洁队部 现在有了遮阳窗明亮的公厕 新增淋浴室以及舒适的办公空间 不仅商工所环保局 清洁队员们也很满意 是这样的差别和 就跟我们休息的 之前是都在外面休息嘛 现在就改在里面休息 就比较有精神 相当体恤清洁队员 平日工作辛劳又危险 却没有一个像样的办公环境相当不舍 因此乡长林清水上任之后 也积极推动对部环境空间 以及设施的优化改善 希望提供清洁队一个安全 整洁舒适的工作环境 也获得县环保局 以及环管署的支持 补助700多万元 协助改善 我们光复香清洁队的队部 最近已经完工了 然后看起来就很舒服 环境也不错 因为本来是比较老旧 对于我们的清洁队员的同事 比较要休息也好 是种的比较不舒服 没那么好 所以我们现在有领域设备 有厕所 整个把它弄过比较好 光复香清洁队办公环境 患然一新 安全又舒适 接续乡公所也积极向 县环保局提报争取 垃圾车太旧换新计划 让清洁队员出勤交通工具更加安全 能便捷顺利的完成 乡内的环保清洁任务 记者时预兰光复采访报道